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被来到这支单题 距离上一支车博的影片之后 也过了两周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 单题要做什么挑战呢 相信有关注Instagram的观众们 大概也可以观察到一点端倪了 至少目标是很明确的 这次旅行的终点站 就是北海道的急冬点 纳沙布甲 还记得出发点吗 是的 是位于北海道西边靠海的小镇眼内 这么一连起来 一幅清晰的图像 应该就出现了 没错 这次单体就是要来将北海道切西瓜啦 从中间横切捧开的那种 离开沿内小镇 我们首先前进的路段 就是要从北海道西侧的海岸边 往单体居住的居站前进 这段路程其实也是被来到大名鼎鼎的景观公路 道道66号 这条道路的特殊之处 记得单体以前介绍过了 这边就不但赘述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之前的影片 现在反倒是想来聊聊 这趟挑战的起因与发想 说实在 契机就是和北海道的道路有关 从十几年前第一次来到北海道 到在这边住了不长不短的八年时间 当中自然不乏四处有力 但在北海道神奇的是 常常最美的那个时刻 往往不是发生在原先设定好的那个点上 而是在前往大尔的路途中 在前年的北海道环岛之后 单体就更加确信了这点 于是开上一台车 踏上未知的公路 以车作为短暂今日的家 有随机又充满特色的路段相伴 这的确完美契合了单体喜爱的旅游方式 于是今天这段有点挑战 但又是非常自由旅行的一趟行程 就这么的从脑海中诞生了 好久不见了 走過道道66 就是進入單體熟悉的區域 這趟剖西瓜的行程 單體原先只有設定了三個條件 第一,要從西邊的海岸出發 第二,要到達北海道的吉東點 最後則是要找路熱血的越過大雪山山脈 剩下的都是 你是自由的 不過都活到這把年紀了 自然是了解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的道理 即使計畫再少也是一樣 首先碰到的就是Google地圖翻了又翻 放大縮小了好幾遍 終於總算是確認了 原來還真的沒有路可以翻越北海道的最高峰 旭葉以及周邊的大雪山山脈 留給單體的只有從南富兩野繞過去 或是從旭川陳雲霞繞過去的兩個選項 恩... 好吧,既然上次南別湖的天氣不好 這次難得的晴天白雲 不如就走上南富兩野的路線吧 第二,往常這種亂來的挑戰行程 通常是沒有人會跟來的 沒想到這次除了車子之外 竟然還有了夥伴 這種難得的事 但是單體當然是懂得珍惜的 所以在行程上也就不敢這麼的自由奔放了 還是有稍微的預設了一下每日的下塌地點 預計的到達時間 以及路上可能會經過的景點 整體的狂與自由程度 恩...是下降了不少啊 所以最終的預定路線與天數 就...大概...是... 像...下面地圖這個樣子啦 而這個地圖路線呢 單體也會把連結放在影片的說明欄當中 給大家作為來到北海道公路旅行的一個參考 介紹完了整體的路線 我們也在不知不覺當中 就越過了一大段單體熟悉的道路 從聚焦到喜冒別 穿山後來到雜晃 沿著近郊 進入山立如別 再次穿越宇宙山 來到浮良野 今天的天氣非常好 即便是這條單體幾乎一個月都要跑幾次的路線 開起來也是心曠生意 甚至還偶然發現了 火刀230在穿越中山卡之後的下坡路段 夏天在藍天與綠葉的陰沈之下 遠方的山谷呈現出一種絕佳的視野 感覺很新穎 好像今天還特別注意到 我想這個就是公路旅行特殊的替護衛 即便是長走的路段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季節 伴隨著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人 開起來都會有種不同的感受 真的很有意思 不知道大家 有時候開車開起來 是不是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這邊就是浮良野的寇布 這算是今天應該是最後的路基站了 等等我們就要繼續往東前進 不過在進山之前好像應該先吃點東西 來到浮良野跟已經 預先偷跑一天的夥伴會合 再到可能是今天最後的超市 補給能量之後 來打算就直接進入道東區域 經由燃別湖路段 連接三郭卡 造型至大雪山的背後 經由北見 進入我們今天預計的 露營地點 情編CAP 密湖的露營場 而中餐嘛 想說隨便解決一下就好 但是沒有想到這個隨便 又再次體現了 北海盜點和點之間 真的是不能隨便啊 好啊 離開浮良野之後啊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地方叫做壽聖卡 哇這裡的展望超美的 距離帶廣還有59公里 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那它的展望還可能在上面 我們走過去看一下風景好了 這邊是南富良野底 那這裡應該就是 十勝了吧 今天天氣太好了 這個雲看起來都不像真的 一份臀動完美地反映了 一份臀動完美地反映了 十勝與代廣間的距離 本來單體的計畫 是穿越十勝的邊緣 新德町之後直接進山 但就那麼一念之間 想說懷念一下 褚動的味道 簡單看了Google地圖 好像也不太遠吧 那我們現在到代廣了 那剛剛稍微無幾了一下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預計下榻的地方 其實是在一個深山裡面的湖邊 蜜湖 那本來沒有要到太廣這裡啦 不過就是因為屯洞 有點意外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改變一下 既定的路線 可能就三國卡這個 美麗的公路呢 可能就必須要放棄了 好吧 懷念了屯洞 但吃完之後 就已經來到了 夕陽開始吸血的時間 沉濕了一下 接下來的行程 看來應該是沒有那個空閒 經過藍邊湖與三國卡了 前往大雪山後方的計畫 也就只能直接放棄 不得不重新設定路線 好 導航騙人了 哇 有時候真的不能相信太舊的導航 這台車的導航可能有點 太舊了 剛剛跟我說不用錢 結果上來要一無力 一個小小的念頭 卻能產生 如同連鎖反應般的巨大效應 真希望 這些因為選擇而產生的漣漪 都是朝向好的方向發展呢 好啦 經過了一番檢鎖 臨時要改變下塌地 還是挺有難度的 因為大部分的營場 都在5點就停止check-in了 而且夥伴用的車輛是第一次車博 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睡 所以比起選擇大陸休息站 露營場 可能還是個比較近可空 退可守的方案 如果車上睡得太困難 至少還能下來搭個營 自訂了一下地圖 在進山之前 似乎還能經過一個叫做 露別的小丁 嗯 就在這裡做個簡單的 最後不計與慣喜吧 今天最後來浮個油啊 這樣子 明天就不用自己怕含家了 不可能是你的好朋友 噢 好啦 現在我們剛剛 在露別這個地方洗完澡 它那一棟其实还蛮新的 虽然小小的 不过以这个小小的顶来说 很适合 而且又很新 汤本身虽然不是真正的温泉 但也还蛮不错的 洗了个热水澡 完全可以感觉到今年的夏天真是热啊 已经是夜幕时分 但空气中还是弥漫着一股燥热的空气 不知道进山之后会不会凉一点呢 踏上网密湖的夜路 以导航来看 并不算太远 单体也就放着轻松的心情开起来 大家看大家看 等一下应该会有 对你看 这个东西 太神奇了吧 这应该真的是雷云 这么高 Oh my God 不知道那边会不会下雨啊 在北海道开夜车 但是如果你还不习惯这种全黑的环境 一开始的确需要花点时间适应 但在全黑的环境当中 比起黑 其实有另外一点 在黑中出现的强光 嗯 对象车的远灯 真的 比黑还要更花时间去调整啊 我猜这应该是北海道人的习惯 至少我动进来的朋友 好像就不会常常把远光灯开着 本来以为是北海道人特别的白目 但在驾照更新讲习的时候 没有想到在他们的驾驶脚本上 既然就明白的告诉你 请开远光灯 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要你增加黑夜中的试剧 北海道乡下的路灯实在不多 而且到民的车速 每个入夜之后都向拓海上升 所以如果是突然出现了人 动物或者是其他无法自体发光的物品 在没有远光灯的情况下 确实很难在安全的距离发现 但对象有来车的时候 记得要切换啊 不然真的多来几次 眼睛都要被闪瞎啦 而且在灯火通明的城镇当中 有些道明还会把远光灯一直开着 嗯... 真不知道是忘了关 还是北海道的路灯真的怎么没用呢 聊着聊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已经切进了一段 未铺装的道路 这个露营场 真的是... 草野啊 那一个转弯 那一个开路沙石路前的转弯 向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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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转路 向右转 看 这路也太猛了吧 这路也太猛了吧 哦... 好哦... 这路也太猛了吧 真的 有让单体犹豫了大概10秒左右 还好 这个是导航上还有的路 如果失去了微信讯号 就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勇气 开进去了 大家看前面那里 有看到吗 这有一间法式料理餐厅 我的天啊 这个...这个真的是 荒郊野饮 穷乡屁郎 连手机都没有讯号 超扯的 竟然有一间法式料理 看起来挺高级的 这一路 这一路 Google导航与车载导航 算是同时在线 在心情上 可以说是起到很大的安定作用 虽然速度不快 但看着终点 仍然会慢慢的向你靠近 有一点点探险感 但又不会让你在时间与空间中迷茫 作为今日在休息之前的小小刺激 嗯 算是 恰到好处吧 월 chron回《来》 等会》 俩周词 这只是cir好的 哇,外面超暗,蟲超多,又有點熱 大概已經都整頓好了 那可以準備來睡覺了 等到車子的冷氣作用一下 讓車子裡面涼一點 唉唷,沒想到今年的北海道這麼的熱 我記得我去年九月初一點去車伯的時候 晚上已經算是蠻涼的了 睡到半夜甚至都還溫暖 那今年真的是熱爆 希望等下半夜可以讓我來關下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沒想到橫斷之旅的第一天 就有這麼一個冒行的行程 跑到這種超級黃角野裡的地方來 還好這次有夥伴 然後附近也都停了蠻多的車的 不然單體可能也會跑到北京去 所以畢竟有那些吧 好,那天啊 嗨,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知識單體 現在時間是早上五點左右 今天是北海道橫斷之旅的第二天 昨晚呢,我們就車宿在這個 野營場旁邊的一個停車場 夏天的北海道總是天亮的蠻早的 昨天晚上到達時是一片漆黑 白天一看 這個 的視野還是相當不錯的 可惜 就是早上的雲層有一點點厚 不然藍天 左上周遭的鬱鬱鬱鬱 應該也是服務很不錯的秘境圖像吧 這個路營場 好安心 現在才到達5.81左右 所以大家都還沒醒來 在湖的周遭走了一圈 其實心中也是蠻佩服 能在這裡露營的人 如此野生的地方 門口又大大的掛著熊出沒 熊木雞等等的告示牌 在選擇睡車上 或是睡帳篷的問題上 嗯… 雖然是熱一點啦 我想還是會選擇 車子板金的保護吧 我這邊 超級營業直接把門打開了 沒有吵嗎 我都放棄了 太熱了 说到热 不得不说 今年的北海道 好像真的热了一些 昨晚除了靠车子的冷气 预冷了一下之外 最终还是打湿脖睡 比较舒服 加上在湖边的湿气 似乎又中了一些 整体的睡眠 竟然有种当兵回忆的感觉 好啦 不小心跳出了男人聊天的 三大关键词之一 这感觉 再聊下去就要离题了 我们还是回到北海道吧 7点 在夏天的北海道 这是一个不早不晚的时间 简单的吃了点早餐 喝了杯野外喝起来 总是更香的咖啡 就准备驱车上路了 今天的目标坐标为协里 之床半岛的前哨站 不过在离开之前 单体还是用仅存的网络 好奇的查了一下 这个密壶的资讯 毕竟我们刚刚在 这个露营场的中间 有尊地藏王菩萨 这还真的是蛮早见的 在Google打完 不出所料 自动输入果然跳出的 这个就是日文灵异景点的意思 原来这里是很有名的 灵异景点啊 事件的起因应该是昭和31年 这边有个溺水事故 而地藏王菩萨附近的魏灵碑 则是昭和33年所建立的 有意思的是 关于幽灵的目击报告 分成了湖上的人意 与会托人入湖中的手 两种类型 这个手是没看到啦 不过早上单体在湖边闲晃的时候 还真的看到 似乎有两艘像独木舟的飞冬离船 在湖上游荡 而且远处还有人在交谈的样子 嗯...白天嘛 应该是人吧 另外也有人说 在这个湖拍的照片 总是会笼罩的一层薄雾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在公路旅行的过程当中 意外的发现了灵异景点 这个还是第一次 虽然是事后了 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呢 回到正题 我们今天的坐标是协地底 距离不远 但可以说是一趟关于回忆的旅程 原来昨晚睡眠环境 如此的像当兵 就是要开启我的回忆开关啊 今天的路线大致上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从金别的奇密Cabco出发 往南走一点到达阿寒湖 接着顺者路 经过曲邪路湖的下园 溜过沙汤与硫磺山的气味 之后到达北海道山栏之一的摩州湖 最后再折返前往协里 为明日的前进之床做准备 这样的一个珊瑚游览 看起来是再普通不过的观光路线 但对单体而言 却是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啦 那我好像每次来阿寒湖 我没有看过晴天的阿寒湖 就是每次来都是大概这样的天气 要请不请 要于不于的 依照今天规划的路线 第一站到达的就是阿寒湖 以道东山湖来说 单体最常造访的 就是地理位置最靠西的阿寒湖了 毕竟在交通上最为方便 如果你走的是道东道 还可以一路高速公路 节省不少时间 再加上这里是掌风的名声 旅馆资源丰富 依时兴起就能走一趟 所以无论是走在湖畔 主街 或是进入小麦店闲逛 在记忆上都相当的熟悉 也总觉得温泉街道 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 包含连气候都是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来到阿寒湖的天气 都不算很好 截至今日的多次来访 最后一次应该是2019年吧 好像真的没看过晴天啊 而今年铁定有时无望了 再加上没有冬天来过 我想这大概就是阿寒湖 给的下一次旅行的理由吧 在阿寒湖与曲斜路湖的中间 国道21上 有个著名的双湖台 经过多次 大都是中马看花 加上高松的野草 遮蔽了部分饰演 其实一直搞不懂 双湖台 到底看的是什么湖 之前一直以为是阿寒湖的东侧 但这次特别看了看地图 发现了双湖 发现了所谓双湖 指的是 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像是北海盗的形状呢 沿着国道241继续前行 逐渐驶离了阿寒湖的区域 一日珊瑚 为何能够十多年不见 主要原因便是曲斜路湖了 阿寒湖作为赏风名胜 造访几率高 摩州湖作为北海道三栏之一 有收集批尔人 肯定就会特意安排 像单提在2020年北海道环岛时 就特意的经过了一下 反倒是曲斜路湖 作为全日本最大的火山湖 还有最大的湖中中岛 但距离上次到访 应该一定是12年前的事了吧 当车缓缓的驶入地质驱地 心中却浮现了 好陌生啊的想法 这对于经常到访到中的人来说 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感觉呢 这次我们在曲斜路湖的目的地 是一个被称作 Kota no Yu 的路边温泉 虽说算是野虚温泉 但因为冬天的绝景 被日本及海外的电视台 都大幅的报道过 在观光客纷纷来朝圣打卡之后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隐蔽感了 甚至两旁还有更衣的地方 如果要在这个地方泡个汤 看个湖景 以现在的设置来说 的确是蛮方便的 那其实这里不算太野虚啊 因为它还有 都还有更衣室 然后还帮你用了一块大石头 分了男汤跟女汤 这边我记得它泡的时候是可以穿 泳衣的 或者是尾毛鸡 就是如果你会害羞的话 不过因为 这边已经太知名了 观光客非常的多 那如果你要泡的话 就要 有点齿力啊 因为大家会看着你就是了 那后面这边就是曲斜路湖了 哦对哦 你在泡的时候 那个上面滑卡牙的人 也可以看得到你 这次又会选择来到这 除了想要泡泡脚 缓和一下长途开车的疲累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 是除了电视节目介绍外 安提竟然对这个 Kota no Yu 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实在是太神奇了 当初怎么会错过这样的特殊景点呢 就想说 来现场看看 是否能够 堵物丝汤 温泉水本身挺热的 以野溪温泉来说是个很厉害的温度 但即便是 情深体会了 仍然没有一点薄弱的回忆浮现 看来 要嘛是真的没来过 要嘛就是对这珊瑚之一的曲斜路湖记忆 似乎是远远的不够 也许 下次该来计划一趟 在这边的露营之旅 留下自己的足迹了吧 ί珊瑚之入 抵开了尺利之汤 我们沿着曲斜路湖绕行而上 下一站就是都走完了两湖 最后一壶即使路不太顺 也要把它收进口袋的魔舟壶 啊,对了对了 比起Kotano Yu 这是对驱邪路的最深印象 是间位于插入口的汉堡店 700元的价格,一份套餐 与麦当劳相同的价钱 却有更美味的汉堡体验 这对常年被二世谷高物价摧残的人来说 真的是震撼三观 好啦,在进入魔舟湖的蜿蜒山路之前 如同双湖台,在道道52号上 也有一个值得一访的小景点 跟随着过往记忆 这次单体甚至还准备了给他的供品 一盒鸡蛋 说着说着 这个小景... 小景点 嘛...老实说 眼前这座山是有点震撼的 硕大的山体 广大的停车空间 除了扑面而来的硫磺位外 好像都再次印证了 记忆绝对是一件不太可靠的事情 明明... 怎么觉得以前就是座小山啊 只有寥寥出个停车位 也不用向山体走过去才能看到滚烫的温泉 嗯...不知道有没有十几年前来过硫磺山的朋友 帮荧幕里面这个人见解一下到底是记忆措置 还是这山长大了呢 当你进来这个地方啊 除了重温一下以前曾经来过的景色之外 最大目的是想要来煮蛋啊 煮蛋的地方在哪呢 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不给你煮蛋了 因为他现在里面就有卖蛋了 你自己煮就抢他的生意了 他以为要摸那个 哦...这样的耶 对啊 这感觉是... 这感觉是滚的耶 我太可怕了 还好里面有飞得下去 我不是 差点就犯错了 一定是有人被烫伤 烫伤得太严重了 后来就把这东西取消了 还是好像煮蛋啊 有个说法 在山川岩石的时间之前 人类的时间不过就是沧海一树 更不用说个人的时间了 一群这个见解 十几年前的硫磺山 与今天 应该没有两样吧 但记忆真的是个有趣的东西 会遗忘 会淡化 甚至还会改变 再加上人类自己的小动作 步上那个临门一角 明明应该是同样的地貌 今天看起来 却像是完全崭新的体验 在预定好的回忆路线中 反倒充满了新鲜感 我想能够主动的 去体会这些有趣的差异 生活就不会无聊的吧 经过蜿蜒的魔舟道路 我们也终于爬上了 可以展望硫磺山的位置 像这个刚刚 自己就在被俯视的那一侧 还真有种回首来时路之感 不过 毕竟开车上来的轻松 我想就不接 三高五坦途了 哇 这个蛮猛的 哇 这个蛮猛的 它的特色是 它没有对外的河流 是喔 对 所以它是死的吗 它是 对 它的水是天然的 就是雨水跟雪水积起来的 如同单体水口充当导游的 普通介绍 魔舟湖 作为火山作用而形成的湖泊 对外却是没有河流的出入口 所以中间的池水 都是由雪水 雨水 经由一层层的过滤 累积而成 且因为地势 造成魔舟湖 急剧下滩的深度 让湖水本身反射的阳光 能够很好的滤掉 蓝以外的光谱 看起来 会比一般的湖泊 都要更蓝一些 在无云日时 反映天空 这个 就是北海道山蓝之一的 魔舟蓝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北海道的山蓝 其实是各自对应了 北海道的自然之色 如鸡丹蓝的海 青池蓝的大地 与魔舟蓝的天空 不由的赞叹 当初想出这三蓝之人的巧思 虽然2020年环岛时曾来过魔舟湖 但当时的视角是位在神之指石方位的李魔舟 第一集第三展望台 也是十多年未见了吧 很幸运的 与阿寒湖不同 几次到访魔舟湖都是晴天 同样的蓝能够勾勒出相同的记忆 不过在人类的小动作上 倒还真的是改变了不少 展望锁与相关硬体 都已经规划得相当完善 可以躺下来看魔舟湖 看起来那五百块的停车费 就是拿来盖这种东西 甚至还有沙发椅 霸台桌 仰望星空 俯瞰湖泊 洋洋在行 卖店也算是十项全能了 看着各种精致的纪念品 心中是真的佩服 北海道 真不愧是日本最强的观光地之一啊 好啦 没想到日本有人这么搞 魔舟湖的雾 就让我记得我在德国的时候 有人卖楚歌坡的空气 阿尔卑斯山空气 魔舟湖这段算是整体路程中 在安排上相对比较不顺的地方 因为无法还湖 对于一定要一路往前的人来说 原路折返真会有种安排上的洁癖 本来是很不想这么做的 但实际走起来 单题却强烈推荐 从魔舟第三展望台 到第一展望台的这条路 来回走一遍 是相当值得的 最主要原因是视野 由于已经是位于魔舟湖西侧的最高点 加上沿途完全没有电线杆与电线 当车辆行驶在上坡时 会有种要往天际开过去的感觉 而当车辆行驶于下坡时 左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展望 路途不长 但往上是天空 往下还是天空 真会有种行走于蓝天之间的感觉 星矿之神仪真心推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离开魔舟湖 在今日的收尾 我们将经由小清水进入协理 这段路途 如果你是初次造访道东区域 对这幅风景一定会印象深刻 仿佛可以望穿天际的平原 十元乘着远方不变的协理乐 十多年前如此 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今日移动的距离并不长 但一次走完了道东珊瑚 这条回忆中的路线 发现了记忆的有趣之处 会改变 但你又好像不会变 有点模糊 却有印象深刻 虽然是老地方了 走起来反倒是充满了惊讶与新鲜感 我想这就是属于旅行的特殊体肤位 时不时的就地重游 你也能够感受到时间的轨迹 很难超越做 在鱼中尖 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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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伯的模式 嗨 大家早安 我是北海道自治單體 天氣不好 哇 擁走的環北海道一圈 這也太強了 北海道一圈大概要2500公里吧 強大 看出去大家應該也知道今天天氣就不太好 甚至還有點飄著小雨 這對昨天這種大好天氣來說真的是難以想像 海邊的天氣果然說邊就邊 那我們來到了 首先先來個北海道人的好朋友 買個咖啡跟早餐吧 然後等等去道路吹雨戰看看有什麼相關的資訊 現在天空中算是飄著有點小雨啦 今天氣象報告其實應該是不會下雨的 那感覺應該是就是風啊 把海上的一些雨雲給吹過來了 9點 嗯 其實也不早了 在收拾帳篷的過程花了一些時間 嗯 果然下次還是乖乖的存車伯就好 露營還是要過得爽一點 這時也就很佩服能夠野營的人 也許下次也來張羅看看 更簡易欺騙的裝備 來解決到底是裝備問題還是人的問題 這個永遠充滿在亂買東西人心中的疑問吧 接下來的路程算是要補足遺憾中的遺憾 首先環島時 沒走脂床半島的遺憾 單體曾經在2023年6月補足了 但是在上一次的大地盡頭之旅之中 有個脂床八井 因為時間問題只能夠忍痛放棄 7 這個數字 回家後怎麼看都有個疙瘩 於是就在這趟的橫段 多繞了點路 兩個月後再訪脂床 一定要把7加滿到8 從鞋裡出發的天氣不算很好 由海風帶來的真正小雨暫時而穿霜 但這段沿海而行的道路 即便是濕了視野 壯闊感仍然沒有因為陰遇的天氣而打折 大自然都如此了 單體的心情自然也不能受到天候影響 拿出相機打開GoPro 錄影情難 絕對不能弱的只是浪得虛名的嘴炮 覺得到脂床就沒什麼雨了 地板就不都是乾的 唉唷一開相機好像真的有差喔 心境轉換 彷彿萬物也會跟著改變 在靠近支床的道路休息站之後 雨竟然也神奇能停了 那不如就多散個步吧 讓相機也出來偷偷光 天氣我想應該還能夠變得更好 在支床Mijinoyuki附近的Oroko Iwa 同樣是屬於支床八景之一 上次造訪的時候僅有遠觀 這次既然打定了主意 不如就登頂看看 那邊就是Mijinoyuki 然後開車一點點路過來之後 然後到底下這個 有一個不用錢的停車場 大家就可以到這個 支床八景之一的Oroko Iwa 經由這個陡峭的步道啊 往上爬 上面可以得到一個 Paronama的展望視野 這塊Oroko Iwa 高約60公尺左右 從下往上爬 總共是約170段的階梯 稍微算一下 就知道爬升其實蠻陡峭的 不過實際走起來的時間不長 我想大多數人在登高上 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摺板時 膝蓋不好的人 可能會稍微的辛苦一些 登頂之後的視野 豁然開朗 呈現的是360度環景的 雨燈旅街區 果然先住民使用這裡 作為戰略要塞 絕對是有其理由的 原本以為上面蠻小的 沒想到它是可以這樣 繞著那個石頭這樣子 走一整圈的 你看這邊有步道 所以其實這個石頭 比想像中的要大傷不少 好像真的可以拿來當作 就是 戰略建築來使用 面對海上的攻勢 補給拉燭 這就是天然易守難攻的 天險城牆 繞著走一圈 不知不覺 鬥志也就這麼來了 來好好的補足直闖的遺憾吧 好那這個火螺孔台啊 我上來之後 之床八景 他唯一一個還沒去過的 就是這個 フレペノタキ 應該是在這個方向 這趟特別繞路的目的 主要就是為了 八景之一的 フレペノタキ 其位於之床自然中心旁 這個中心是 之床混沌公路協力車的起點 也是要進入五湖 以及之床頭刻的樞紐 從協力測 錯過的可能性不高 但如果大家是像單體一樣 從裸救測過來 那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開得太爽 一路就進次去了 從之床自然中心下來步行 進到尾端的フレペノタキ 約是一公里左右的路程 路途不長 走的人其實也不算少 不過 只床嘛 這可是北海道 熊最多的地方 單體還是老老實實的 掛上了熊林 你先跑 他會追你 我幫你錄 你就紅了 我哪一隻會hashtag你 一路與夥伴聊著熊出沒的話題 跟著凌凌清脆的響聲 從蒼獄的樹林走進開闊的草原 到也沒花多少時間 沿途的道路平緩 其實算是個滿輕鬆的散步路 剛好可以緩解一下開車時長久不變的姿勢 踏上觀賞的特等席 最後的之床八戟也終將順利收入囊中 Flepenotaki是智床半島東側斷崖 流入惡或刺客海的瀑布 標高約80公尺 垂直落差約為60公尺 由於此處的斷崖是沒有流入的河流 所以該瀑布的水量幾乎都是從地下水而來 屬於潛流瀑的一種 纖細的瀑流隨著斷崖的斜面向海中點點落下 像極了少女三男類下的模樣 所以這個瀑布也就有了個別稱 日文寫作乙女之類 翻作中文就是少女之類 破句詩意 在稍聚壯闊 有著較為陽剛風格的其他奇景當中 眼前這幅少女眼淚的圖像 明顯地散發出與其他景觀不同的陰柔氣息 大家應該都知道 命名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所以每每看到這些幾乎一進的名字 單體真的都打從心中的佩服 我們剛剛從那個 回來囉 有些名字真的超級難記的 那一切順利 沒有遇到什麼特殊的狀況 那這個不知道其實蠻好走的啦 就沒有什麼太多的高低起伏 一點點爬升而已 那來回的話 腳程快的話應該 30分鐘就結束了 加上拍照時間 一個小時內都可以順利的來回 剛剛看了一下那個熊報告 27號也就是昨天 今天8月28才出現一隻熊 那這次單體還是沒有機會可以遇到啦 不知道是信還是不信呢 那之床呢 到這邊我們早上已經去了那個 Oroco岩 那下午又來了姨女之類 基本上之床八景 總算沒有遺憾的補完了 我們開始往下一個地方前進吧 離開了少女之類 這趟特別繞路的之床半島行 可說是心願已了 跟著夥伴 短暫享受了一下五湖戰道涼爽的天氣 在往山上走的路程當中 越往上 白色的濃霧 就漸漸的靠了過來 因為自床橫斷公路的特殊氣候 造成了要在這邊看到清晰的羅秀山山頂 國後島等等的景觀其實並不容易 兩個月前的造訪 以為應該也沒有這麼誇張吧 但在兩個月後的今日 驗證的事物就是比較出來的 三次中的兩次是濃霧 比例之高 真的要非常感謝上次的好運氣呢 現在又來到 之前來過的 秀戶東京了 那一樣是這面拍子 這個方向是羅秀 這個方向是協里 那不同的是喔 單體這次是從 協里出發 要往羅秀前進 原來這邊是可以看到國後島的 現在 啥都沒啦 這邊 還記得單體之前的影片嗎 這邊就是羅舊月 但現在也是一樣 啥都沒啦 又過了實際度古時 也許是晴藍的相機 還殘留著一點效果 在海拔高度略微下降之後 視野倒是慢慢的清晰 不知不覺 天色竟然還慢慢的泛紅了 看了看手中的時間 原來一過下午三點 根據原本計畫的路線 本來是要在補足 痴床遺憾之後 同時在明日的一早 探索北海道的另一個自然秘境 也不半島 所以今日預計會在 進入也不半島前的露營場 紮營來做明日的準備 但在課完一碗羅舊海鮮之後 喝了杯茶 欣賞了兩眼還緊 很明顯的 我們已經絕對 趕不上露營場 check in 的時間 嗯… 在公路旅行當中 如果選擇以露營作為休息的方式 一日能夠移動的距離 真的是蠻有限的 放棄了也不半島 時間一下子彈性了許多 既然吃飽喝足 不如就找個地方洗澡吧 昨天位於曲邪陸湖的 KOTANOYU 顯然是沒有滿足我們 拿起地圖 放大又縮小了一番 賀然發現 這裡在海岸邊邊的地方 有著一個看似很酷的 野溪溫泉 賴石溫泉 而且同時再往上走一點 倒入鏡頭 竟然標示的日本最北東圖端地 在好奇心與收集坪的發作之下 那當然是要驅車前往湯了 又來了 真的是走到道路的盡頭了 那只是這一次呢 我們是在知床半島的另外一側 羅舊側 這邊好像都有人在釣魚 這裡是鄉波橋 那這裡呢 是羅舊側最後的盡頭 那這邊有一個漁港 真的 直床半島啊 藉著這次機會 也算是把它全部完整的 走過一輪了 沒有路 沒走過 這附近好像有一個露天溫泉的樣子 可以去泡一下看看 我們大概從羅舊開了20公里過來 原來日本野溪溫泉也是會中鳥的 應該就是前面那兩池啦 就是那兩個在海水裡面的 這裡應該可以讓你 這個可能也可以泡 不知道是熱的還是冷的 去摸摸應該可以吧 我不進去了 我沒有這個是冷的 對 這一池是冷水 那看起來要泡還是得 要下到下面去才行 太殘念了 雖然很可惜的 沒辦法進入大海中的溫泉 但也走到了之床半島另一側的島路盡頭 一得一失也不算虧 好那我們剛剛在後面這一間 野富溫泉冰奶湯已經洗完澡了 泉質很棒 它是那種海水泉 連你shower用的水也都是溫泉 所以蠻棒的 洗完全身咕嚕咕嚕的 那它感覺經營很久了 所以整體來說硬體有點舊啦 但是 類品的部分 算是都還有在更換 維持還可以 好啦 那我們決定呢 就野富呢 就不多做停油了 直接往更室前進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再靠近我們的機東點一些囉 舒服的享受海水溫泉之後 在野蛇中伸個懶腰 與夥伴討論了一下 我們決定繼續往機東點前進 到自己想停下來的地方為止吧 記得剛到北海道的時候 單體其實是很不喜歡開夜車的 畢竟夜路真的黑 在沒有路段的地方 四周被濃稠黑暗所籠罩的感覺 開起來不但是也狹窄 還要擔心野生動物 說實在 心理壓力真的不小 後來也許是漸漸習慣了 在移動的前提之下 比起日間開車 反倒在夜間開起來 是更有精神 心情也是格外的舒暢 嗯…在鄉間路段中 舅舅不建議燃路燈 一堆車燈 10分鐘 20分鐘 彷彿天地間只剩下了自己的引擎轟名聲 往車窗前望去 是霧盡的黑 向後照鏡看去 這是尾燈的紅被黑暗吞沒 這種又孤寂又自由的感覺 有時候在左上一幅抬頭的星空圖畫 這真的有種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啊 沈無ように溶けてゆくように 像是沉澱又如同龍結般 在廣闊的天空下的夜裡 只有我們兩個人 這樣的意境… 哎呀…現場只有一人一車 但我也是 十足的體驗 並愛上了吧 前進極重點的… 前進極重點的… 前進極重點… 總覺得少了一點完成的儀式感 再加上雖然單體風 但…還是有好好記得 這趟是有夥伴的 再風上去 搞不好就要沒朋友了 … 彷彿人體鬧鐘一般 5點20分 身體與精神都自動的醒了過來 昨日之初於選在這休息 嗯…除了道路休息站 作為側駁句點的方便性之外 這裡從地圖上的地理位置來看 應該也是個不錯的日出觀景地 雖然無法與納薩布甲 極重點的最早時間相比 但…應該也沒多少人會一大早跑去那 單體在這個點 看著2023年8月29日的曙光 應該…也是比日本99.9%的人 都還要早了吧 這種莫名其妙的儀式感與優越感 有時真的就是旅行的意義呢 在一陣自我陶醉之後 我們…即將踏上的 就是這趟橫斷之旅的最後一里路 將國道44號走至盡頭 再邁向海甲的尖端 車窗外的風景跟三年前一樣 甚至連天氣都大致雷同 在海風吹浮下的低矮植物 海天一色藍、漂浮其上的白雲 我想應該是昨天的雨 讓今天的天空好像特別的沉浸 嗯…有點像是這時的心情 三年前的初次造訪 是幾點之旅 是行程超硬的挑戰 當車子行駛在這最後一段路 心中是雀躍與煩躁交雜 期待的是未見過的風景 煩的是這裡只是中繼的第48小時 而2023年的這一段路 由於知道了時間 且作為最終站 心境反倒是不疾不虛 甚至還刻意地放滿了車速 看著周遭的景物 想慢慢地品嘗這段旅程的最後之路 時間到了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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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越过最后一个弯道 看到了助力在本土最东端 纳沙布甲的台柱 啊……原来 这趟围棋三天半的北海岛横端之旅 结束啦 踏上与三年前同样的位置 地图上的地图清楚地标示了北方四岛与智床半岛的方向 上次是混合着焦躁与兴奋 这次则是能以平静的心情走入地图之间 看向智床半岛的方向在蔚蓝大海的远方 就是自己24小时前的坐标 智床凌峰 不经脑中的图片就退回了这部影片的开头 那个看着天空下着雨 心情有点阴霾的自己 这种回首来时路的心境 不管是从空间的角度看 还是时间的面向看 真的很值得细细玩味 好啦 总算 这次北海道的横断之旅 顺利结束 总路程约是1100公里左右 比起同样是三天的北海道环岛 也许是仅有一半的里程 又或许是心境上的成熟 走起来是轻松很多 也因为这样子的气氛 所以额外注意到了不少开车时的有趣之事 也发现了更多在旅行上可以细细品味的体肤味 单题希望能够在这短短的三集影片当中 把收集到的心情传达给大家 另外除了心境之外 其实在影片中也刻意放了不少在北海道公路旅行 或是车速时候的小tips 有些是旁白 有些则是画面与声音 有机会再慢慢整理出来 给大家作为北海道的车速攻略之用 而在这之前 就请大家多刷几次影片找找啰 我是北海道知识单题 我们就下周影片再见 拜拜 会员宣传时间 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 就能知道单题会员都在必须便宜 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 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 请喝咖啡 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 放心 绝对不会爆炸 只会获得单题满满的感谢